等一下 欸 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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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緊張了 還沒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白不要看的瓜吉 AKA 太北市元秋薇傑 欸 我們不是昨天才剛剛上的第三集 怎麼今天又開始錄了 為什麼突然變得那麼勤快 你是不是太誇張了 瓜葛新聞 來 第一則新聞 來 第一則新聞 指南山下地靈人節的東方哈佛 東方哈佛就是政治大學 政治大學 其實剛好也是彩琳的母校啦 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彩霖的通事 還是政大XXX的 本官的官 別開啫üz了 所以政大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最近應該也有看到 就是永春泉事件 有一個教授有一天上課的時候 講起了一些 永春有多好這件事情 台下的學生有點出言不遜 就說永春 número宣 кого是拿來打農夫的 欸不過這個學生真的是有點搞錯 你知道嗎 打農夫很簡單嗎 你們有沒有看過周星馳的功夫 阿是更甜的 啊 更甜的 農夫的戰力也是非常高強 好不好 那個學生上去之後 就老師還叫他先出拳 然後他一出拳之後 他就被老師就一直要摔到影子上 那些老師還非常兇 就直接Round 2 掰 寶寶在開始 這堂課的那個打學生的老師 其實那一堂課是保鮮法課 所以我覺得那個學生上這門課不太保險 其實政大一直都很常發生一些奇怪的事情 之前有一個我認識的人 他就把我們學校宿舍的一間房間 放上AMBM裡 OK 然後說有對外窗也有冷氣 那學校有宿舍嗎 對 一天收五百塊 哇塞 他是那個很愛賺錢的 謝老闆 放開一塊錢 不然有斷你的手 不是 校版是愛在店裡面賺錢 可是愛用各種東西賺錢的 那個叫什麼名字 烏龍派是什麼 烏龍派是什麼 對 他是兩斤堪棋嗎 這就是政大所有的極限了嗎 我們學校就是公用冰箱 很常會有小偷去偷吃人家的東西 這所有學校宿舍都會發生這種事情好不好 反正就是有一個人他很不爽 所以他就買了一罐牛奶 他就把他的金子打在裡面 然後就冰回冰箱 這是所有的學校都會發生的事情 台大圖書館就曾經發生這個事件 就是有個女生 把他的這個水果也是放在桌上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是有一個學校的男生 把他帶去打手槍 把那個金益灌在裡面 然後那個女生要喝水的時候才突然發現 這味道怎麼有點怪異 後來那個男生有被抓起來 所以你知道嗎 這個是所有的學校 所有的地方 都有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好嗎 我們也不要只有說政大的壞話 政大其實也有些好事 像今年愚言節的時候就有一個學生 他就在這個講公的遺項上面 貼了一張武藝遺址 所以可見大家的心裡面 對於轉型正義也是有一些堅持啦 政大的學生也是挺不錯的 他剛剛發表完他對政大的時候我抱怨 謝謝大家 那麼政大是不是 太誇張了 下一則新聞 東南亞MIT Malaysia Indonesia and Thailand MIT Made in Taiwan 麻省理工學院 都是MIT 大家知道泰王在泰國是非常受到尊重的 可是他這次一口氣呢 帶了二十個後宮嘉莉 然後一起到國外去 居家隔離的豪華版 所以很多人就覺得非常的生氣 於是他們在Twitter上就發起了一個活動 就是Hashtag 為什麼我們需要泰王 我們養這些人納稅金 結果呢 國家危難的時候居然帶著後宮 然後跑到國外去 所以很多人因此覺得很不滿 那時候 數位經濟與社會部長 他就在Twitter上PO了一張圖 圖片上面是有人的手被靠上手 他就是有點在類似提醒大家說網路上發言要小心 就是有人會覺得他是不是因為太多這種Hashtag出現 然後他們想要提醒那一些可能會觸碰侮辱王室罪的人 結果他就說他沒有特地指哪一件事情 也有可能是假新聞 關於抗疫這方面 泰國的爭議還不只這一件 泰國有這個醫護人員好像有八名還是九名 在照顧病人的過程當中感染了病毒 然後那個時候呢這個官員部長就想說 啊!我這個醫護人員啊身為抗疫的先鋒 結果居然自己沒有以身作則 自己都感染了他們病毒 應該要拿去鞭打 哇!整個立刻 瑜琴就沸騰了 心裡想說你在講什麼三小 人家是為國犧牲 Let me do let me do 馬來西亞的情況是他們基於防疫的理由 所以他們希望所有人都居家隔離 可是中文人要上街買菜嘛 所以他們說那只有一家之主可以上街買菜 可是因為馬來西亞國情的關係 他們屬於一家之主呢 單單指家裡面的男性 可是那家男性呢 以前是沒有在出門買菜 所以造成他們國內社會的一個困擾 就是這些男生拿著菜來 然後上街去買菜的時候 他們真的不知道自己要買什麼才好 他們連蔥跟蒜長什麼樣子都不知道 你知道蔥跟蒜差別在哪裡嗎 蒜頭 我媽呀 其實好像不太知道 大蔥鴨手上拿的那根就是蒜 那叫大蔥鴨但是他拿著蒜 我的天啊 我知道亞洲 你是女孩子嗎 你給我回去廚房做三明治 我不能開車考駕照 其實除了東南亞之外 日本也有一個你知道羅蘭嗎 我知道羅蘭 那個牛郎 他其實在2月初的時候有來台灣 然後那時候疫情中國已經爆發了 然後他沒有戴口罩 記者就問他說 你不戴口罩你不會怕病毒嗎 他就說他覺得肺炎才應該要害怕 結果就在前幾天傳出他經營的牛郎店 因為疫情的關係要暫時協議 有些話不要說得太早吧 對 可是講到確診這件事情 日本有一個人 他有一天去他最喜歡的拉麵店 吃一吃 他突然間發現 怎麼今天拉麵的味道有點淡 然後他馬上就覺得說 幹 炒賽 他直接去檢驗了 結果他真的確診了 結果他這新聞一出來 就很多日本的網民留言說 哇 發現了成本日幣1000元以下的快篩檢測法 下一則新聞 信錯了人 愚人節每天都過 欸 怎麼突然直接講 你想表達什麼 因為頭髮黏住 很多女生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在看A片的時候 如果有一個女生要幫一個男生口交的時候 他們一定會先做一個動作 就是先這樣 然後再口交 蛤 為什麼 是因為你在拍攝的時候 如果你頭髮這樣吹下來 那你在口交的動作 等於整個被頭髮開出 然後你就根本拍不到東西了 所以女優一定會做一個播的動作 然後再口交 然後他又把臉這樣露出來 好 快點 今年很多企業因為疫情的關係 就都沒有愚人節活動 但是呢 不能忘記要怎麼笑 懂得笑就不會恨 所以我們還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有趣的愚人節案例 好 來 說 第一個就是1965年 VBC那時候開了一個玩笑 他們說他們發明了一個東西 就可以讓氣味透過電視傳送到觀眾那邊 假設我那時候是那個觀眾 1965年我都在電視機前沒看電視 然後VBC裡面的人 把咖啡豆跟洋蔥放到電視後面 或者是一個裝置 他們就跟電視機前的觀眾說 如果你接下來有聞到任何味道的話 都要回報給他們 就真的就有人打電話去了 對 就是一直有人打電話 然後還有人說洋蔥的味道 讓他眼睛都就是很濕 一直流眼淚 1965年 哇 那個可是多少 60年 70年以前 1965年 那應該是60年 60年 應該是55年 什麼 哇 你看55年前 這個技術應該是絕對不存在的 所以基本上這個電視台呢 只是唬爛 可是沒想到就有觀眾看了電視說 我真的聞到洋蔥的味道 嚇到 1969年荷蘭也有一個媒體 他開了一個愚人節玩笑 因為那時候可能很多人 沒有繳電視的稅 然後他們就說 他們將會拍一個人 拿著無限的掃描儀之類的 去街上走 就是你家沒有繳電視稅的話 他就會感應到 超高科技耶 他說唯一要避免被找到的方式 就是你要用鋁箔紙把你的電視包起來 結果隔天 荷蘭超市 鋁箔紙都賣光 所以大家都相信 真的有這個偵測科技 那是1969年 所以是多少年以前 51年前 51年前的時候呢 這個就已經有這種高科技 怎麼可能 結果大家還是信以為真 每個人都跑去買鋁箔紙 把自己的這個包起來 51年前 唐鳳就已經在荷蘭 部署了這項科技 對 其實有人就是提到這件事情就是說 啊怎麼辦 我要被唐鳳腦波控制的腦控 所以他就說我要戴鋁箔帽 唐鳳直接下面留言說 其實戴的鋁箔紙呢 只會征服那個腦控的效果 下一則是什麼 你說 下一則直接就笑出來 下一則新聞 五歲銅撞特斯拉 了不起負責 所以五歲開特斯拉 因為它可以自動駕駛 不是 不是不然是怎樣 有一個五歲的小孩 他在騎那種很小的腳踏車的時候 就不小心撞到 停在路邊的一台特斯拉 特斯拉車主發現之後 因為他要申請理配 所以他就一定要打電話報警 請警察來看 警察也一定要做完該做的程序 所以他就對著那一個五歲的孩童 做了酒精檢測 我現在就在做酒精檢測啊 講到大力吹這一次 我想到今天的另外一個新聞 今天黃志賢啊 他自稱是台灣的吹哨者 他說中國的防疫做得很棒 黃志賢台北市議員 黃志賢 你要吹對地方耶 吹也要吹對地方 五歲的小孩真的不可能喝酒嗎 來 我跟你們講一個新聞 2016年大概四年以前的時候 其實馬英九有一次接受採訪的時候 他就說 啊 我跟你講喔 這個小朋友有時候很愛哭鬧的時候 該怎麼辦呢 我以前有一個老護理師 教過我一個作法 餵他奶以前 自己先喝一罐啤酒 然後你再餵奶以前 然後他馬上就會昏睡過去 最簡單還講 馬英九鼓勵大家喝馬奶酒 哈哈哈哈 當時後來就有這個 副享課的醫生說 哇 這真是一個不可鼓勵的小孤瑜 但這說明一件事情是什麼 就是小朋友 有沒有可能喝酒 馬英九的小孩就有可能 那我們今天什麼 誇張新聞 就到此告一告一告 到我上班不要看的呱唧 AKA台北市議員邱惟姐 欸欸 你知道你剛剛的A-Link pose 真的是 太誇張了 首先我們先準備一個三明治 把包裝拆開 擺上我們的吐司 然後加上我們的鮪魚 生菜 起司 那只有前半段 蛋 再一片吐司 耶 這樣子女人做的手工三明治就完成囉 嗯 好吃 好吃 欸